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件发生后 世界雨联并没有在官方平台上发布对时雨琪采取竞赛措施的通知 但让人意外的是 国雨内部在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之后 做出对时雨琪采取竞赛一年的决定 这一结果对于国雨南丹而言无以雪上加霜 李约奥运会冠军陈龙已经淡出赛场 陆光祖 赵俊鹏等人南扛重任 温红阳成长还需要时间 中国队急需时雨琪雪中送叛 但在被国雨竞赛之后 时雨琪恐将无缘本赛季的全部比赛 尤其是最关键的杭州亚运会 不仅如此 长时间无缘赛场 对于时雨琪的竞技状态也是一大考验 如果不能平稳过渡 中国队在南丹项目上或失去一位强将 甚至时雨琪的未来职业生涯也将就此走向下坡路 国雨对时雨琪竞赛一年的做法 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有人支持这一做法 也有人表示反对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中国羽毛球世界冠军李俊慧宣布退役 当时时雨琪甚至留言写道 别怕 等着 被不少球迷解读 这是要退役的节奏 时雨琪已经长时间没有发生了 她是否真的考虑退役呢 根据张军的说法 并不会 张军表示 竞赛一年是让时雨琪自我反省 解禁后将更强大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